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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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我們國寶級的沐浴大師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們今天就想來介紹我背後這張椅子 師父取名叫太宇 那他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這是要講到就是我們師父的發心 大家知道我們李鳳山師父在譜傳這個 平甩弓的時候 就是遇到了一些師兄師姐 本來他們是沒辦法站著練的 可能是腳有問題 可能是這個身體有一些狀況 他必須得坐著練 所以一開始我們是用這個 坐不累椅讓大家去練習 可是後來又遇到一些長輩 如果後面沒有支撐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害怕 所以要一個靠背才能夠好好的練習 所以我就把這樣的理念跟老師報告了以後 哇老師呢就二話不說 馬上就接下了這個任務 我們這個椅子總共花了四年的時間才把它做出來 那至於他這個作品到底有好在什麼地方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請黃老師幫我們好好的聊一聊 那這張椅子的起源是從這一張早期的甩鎖椅開始 師父希望這張椅子是可以讓老人家也可以坐在上面 那剛開始有談到說人的那個在修在調理身體的時候 應該要有怎麼樣子的一個注意的事項開始 那這一張椅子我們先從這個椅框來講 這個椅子 原本的設計是第一版的時候 是從這個地方直接繳上來 然後這裡做損 後來到了第三版 我們就想到說 讓這一個整根就這樣子上來 這樣子整根上來的時候 它的木材的結構上是非常好 那這個地方又因為有做一個損 那這個地方就可以把這裡 纖維的強度的問題可以把它給解決掉 那原本的設計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原本是沒有下面的這一個橫桿 那因為做好了之後 我自己在那邊甩 我發覺那個椅子會動 然後就請我內人把我拍照 我在甩的時候 椅子是哪一個地方會移動 後來才發現 原來這個地方太長了 所以我又加了這樣子的一個橫桿 那這一個在甩的時候 它就腳的強度 它就不會因為上邊的動力 然後讓這個底下的時候它會滑動 為什麼會變這麼厚的板子 因為我這個地方我希望它是做筍 然後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又做了一個筍進去 把後腳跟座板 還有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筍 整個就是把它給結構起來 所以在後腳這個地方的強度 跟前腳這裡的強度 那是非常的 夠我們老人家在甩的時候 它產生的剪力也好 扭力也好就可以把它給化解掉 那這一個座板呢 座板這個地方 我的是用半徑一公尺 一米的半徑 來讓它產生一個弧度 那也就是因為老人家 它的寬骨會比較大 有些老人家 它的尾骨那個地方 沒辦法去撐在這一個什麼 椅子上 所以它在做的時候就會 腳的後 下半的話 被壓到我就容易腳會馬 那這個靠背 我的弧度是用 這個一米 180公分的弧度 也就是在我們的 靠背這個地方 讓它產生比較舒適的 這樣子的感覺 我在研發的時候 當第一板做出來的時候呢 我自己做上去 然後在那邊甩的時候 覺得這個肩膀 我必須要往外放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把它量 之後我們又各收了1.5公分 讓它整個在甩手的時候 我們可以不用擔心 這個前磚會去打到 還有 我一直強調這個邊邊 一定都要有 圓角 讓人在走的時候 在移動的時候 碰到它不會有那種 受傷的 這樣子的機會 所以整個小細節的地方 只要有 有靈角的地方 我就是把它給 希望它是個圓的 那這個是一個符 這邊地方也有一個符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一個符 整個的 在主世界上看的時候 它也是一個圓滿 也是一個圓通 那其實 這一個靠背 它是 調了三次 對 然後往上 到底要靠在什麼地方 到底要靠在什麼地方 是 有談到一個 就是說我們 人可以背著 可以讓師兄 在這裡把它給調去 調整 所以這個地方 我就 讓它用厚一點 最難做的 這張椅子 最難做的 就是這個 靠背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全部都是 手工沒辦法做 因為它是 既是這樣子符 又是這樣子符 所以它是 3D的 3D的 所以我們用 用那個 利軸機打的話 非常非常危險 是 又寬 所以 如果打這麼寬的話 哇 那個師傅他不敢打 是 他就跟我講 又是弧度 所以他 他說他不幹 對 他為了這張椅子 他要辭職 一直咻 一直咻著 他要辭職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想說 我乾脆就把它 給分成兩片 那兩片的時候 我們選料就 嚴謹一點 讓它的色澤可以一樣 那我這個地方 為什麼會放一個 一個圓 就是我們可以握 可以提 方便提握 這邊也可以 但是這個地方 也可以提 還有一個在視覺上 嗯 就是讓它 有一個通透 不會讓它整個變成很 很 太厚重 太厚重的感覺 那 坦白講 這個地方 我們雖然用洗顔錫 打過了 是 但是整個的沙摩 跟整個的細做 還是要手工下去 把它慢慢的調 這只有現代 這也就是現代才做得出來 對 那 到最後 齁 就要生產之前 為了這個靠背 對 本來只有一根 對 我是想說可以頂到 在第七節這個地方 後來師父說一定要在 我們在微谷這張 讓老人家整個是靠得到 是 為了這一個 工廠的廠長 他就在那邊 還有那個老闆娘 好好好 一直跟我講 他們不願意去講 真的很感謝老師 後來他們也覺得說 為了老人家可以這樣 用這一張椅子 可以這樣子 也是發信 他們也說 當然 坦白講 他們叫不會過工 做這一張椅子 但是我記得說 還有他的未來 還有他當初師父 還有幾位師兄姐 他們為了老人家 還有我們真的 如果沒辦法站著 可以坐著 然後來這樣子甩 記得老師也跟我講過說 他材料挺特殊的 可不可以請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對 這個木材 我這一次 思考了很久 以前我們都會迷失在珍貴的木材 那珍貴木材 它實際上都是從原始森林看來 像花梨、黑潭 它每一年才0.1mm 它要變成這麼大的時候 它要幾百年 所以我們現在都會盡量就是用 這個人造林的木材 是 那人造林的木材 它有正業素材 有闊業素材 那我們選擇 我們在製作 在設計的時候 它的強度 可以符合我們所要的 需求的 這樣子的一個木材 就最好 那這個木材它是橙木 是 橙木又叫做白蛤木 所以我想這個木材 因為它的韌性跟它的強度 要能夠讓老人家做的載重是夠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會選擇用這個橙木來製作 這個時代裡邊 我會呼籲大家 我們不要太迷思在於說 一定要用到所謂的黑潭 所謂的這個什麼 我覺得親民 還有可以符合環保的這樣一個條件的用料 才是我們現在要推廣 要能夠去慢慢去接受 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因為一輩子都在摸木材 從16歲我自己選了這條路 在做家具設計家具 那一路這樣子看著我們台灣的用料 跟整個世界家具設計的用料 我覺得我們可以慢慢地用 人造嶺的木材 來創造出我們所應育出來的一種風格 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家具 我們的生活 才會真的地融入在 現代的我們的文化裡邊 然後用傳統文化 自動我們現在的工藝創作 這也是我退休之後 能夠盡一份力量 能夠把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能夠把它推廣出來 所以當這個作品做好之後 我多做一張是我要點藏的 老師收藏的 對 所以回到家 我第一次我就開始一直甩了 就坐在那邊自己去體驗看看 這張椅子 我自己在那邊看電視 就在那邊一直甩 甩得整個氣都很痛 我就覺得蠻棒的的 這張椅子 椅子那個老闆娘 那個廠長 那個工廠 他們一直在講 說這個可以拿去比賽 哇 太好了 只要有入獎 有入選 這個 這張椅子就出名了 是 他們一直說這張椅子 從美感 從功能 從我們整個的資助過程 還有他的難度 是有他的一個值得贊取的一個地方 是 越感動的就是師父 他有他的一個理想 就是想要做擺工 對 將金木水火土這些工匠 可以給他有一個機會 不要為了三斗迷 不要為了生技 然後可以真正的深入到 整個的工藝創作 讓我們的華夏文化的這個傳統工藝 能夠更深入 而且可以發揚 所以這個才是我 讓我非常感動的一件事情 對 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很謝謝老師 如果不是老師這樣介紹 我相信大家都會跟我一樣 不曉得 看起來這麼樣典雅修械椅子 裡面有藏了這麼多的秘心 跟細節在裡面 這張椅子它絕對是 重置層層的一個結果 從師父的發心 到師兄師的銜接 那最關鍵的是 老師幫我們做整個 細節的設計 品質的把關 以及對這個工匠的這個指導 那到工匠的這個製作 才真的能夠把這張椅子把它做出來 所以我覺得 這個真的是呼應了師父 跟我們講的這個感覺 品質保證 不斷研發 讓所有人都能夠受益 如果大家對這張椅子有興趣的話 歡迎可以跟我們聯絡 好 那我們今天的採訪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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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